欢迎收看和收听科技领航家 我是节目主持人朱楚文 今年来深层市AI爆红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带领各位多次来进行讨论 我们看到深层市AI的爆红 不仅是推升了晶片高速运算的需求 带来的产业新商机 而另一方面 这也推升了用电相关需求的大幅增加 也成为了资料中心在设计上的挑战 今天我们来讲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特别为各位邀请到了 英飞玲台湾董事总经理 陈志豪陈总经理 来带我们一起来解析一下 在深层市AI的浪潮之下 产业要发展永续的 这条道路上面的挑战和机会是什么 让我们欢迎陈总经理 谢谢 谢谢主持人 非常荣幸今天能参加这个节目 的确 深层市AI的发展 对于能源的消耗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根据一些数据报道 2022年全球的能源消耗约莫有2%消耗在伺服器跟身上 那我们也看到呢 大概约莫到2030年 这个比例会从2%到7% 哇 这个成长幅度是非常的大 所以是在7年到8年间会成长是翻倍 听说这样的一个成长幅度 如果比喻成现在各个国家的用电量 似乎是等于某一个国家的全国的用电量是吗 的确的 是的 主持人 如果以到2030年百分之几全球的使用电量的话呢 它约莫大概现在印度全国总电量的使用量一年 那印度大家也知道现在2024年呢 是全球第三大能源使用国的排名 哇 所以深层CI真的是带来非常大用电量上的增长 我想这应该会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商机的同时 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那我好奇想请教一下陈总 那在这样的用电量大幅增加之下 我们知道现在各个企业还有全球政府都在推 往永续发展这块迈进 那这样是不是会带来一些挑战呢 的确的 因为能源的浩劫 能源的使用 是全人类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干净的能源 绿色的能源 也是能源使用的最关键之一 那许多国家 也许多产业 也朝向达到碳中和这个目标 那能源的使用的大幅增加 也为了这个碳中和达到目标 带来更大的挑战 是 这个挑战我想 应该未来会越来越巨大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生成士AI的应用 不只是产业端都要纷纷导入AI的应用 我们说智慧工厂 智慧城市等等都会运用到AI 在消费端呢 我们也看到现在生成士AI 不只是会生成文字图片 甚至还会生成影片 在这个ChatGPT OpenAI最新推出的SORA 还可以帮助大家生成影片 那甚至是在行动装置上面 也看到了生成士AI相关的影子 那我好奇想问一下 因非林在观察这一股生成士AI带来永续发展挑战的浪潮之下 有没有一些相对应的解决方法 或陈总你自己有没有看到一些 可能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些解决的途径 的确没错 因为生成士AI不仅是对能源的需求增加 那未来因为生成士AI朝向边缘计算的方向去发展 那其实对于用户来说 会产生非常多的应用挑战跟应用需求 是 所以因非林这边有推出什么样的一些相关解决的方法吗 或是说陈总自己观察到的一些解决方法 有没有可以给我们指点一下 的确 那我可以分成几个零一来分享 比如说在能源方面 那因非林我们有非常广泛而且完善的器件 比如说宽金带半导体 从锡硅碳化硅淡化钾 这些产品呢 其实对于能源效率的提升有非常大的帮助 它不仅能提升整个电源的功率密度 甚至对能源的效率也会大大的提升 这是在于能源方面 那因为这生成士AI 甚至边缘计算的需求 那会带来非常多的周边的产品应用的需求 比如说一些传感器 那比如说一些安全晶片 比如说一些晶片的计算 这些都是边缘计算的开发而产生 是所以我们看到边缘运计算会带来更多的相关行动装饰搭载 生成士AI的需求 这部分我们已经看到 趋势浪潮就往这边迈进了 那我们先回到刚刚陈总提到的 目前呢要解决生成士AI变成吃电怪兽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英飞零这边有个解决方案是从半导体这边来处罚 所以用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半导体的元素 它其实是可以让这个用电的效率更大幅的成长 所以这一块就可以放在AI伺服器里面来做一些运作吗 然后让AI伺服器的吃电量可以比以往更减少吗 是的 那这可能牵扯一些比较特别专专业的术语 举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看到英飞零我们在对于电源的开发上 我们也开发了一款48伏的一种电源技术 甚至在TOP架构也更加的优化 甚至我们在一些产品上做一些3D堆叠的技术 其实这些都大大的提升 整个特别是最高能源需求的电路设计 让设计者能更方便更精简 那其实它最大的好处 其实是提升功率密度甚至以及效率 举一个例子 大概1%到2%的效率的提升 它会大大的减少整个能源的耗用 是 所以我们也看到 其实人类都会想出一些解方 在面对深层式AI带来的用电量的大幅增加 现在企业界已经动起来了 像英飞零已经从这个生产端这边找到解决的方案 那我好奇的想问一下陈总 像英飞零已经有推出这些解决方案了 那我想应该在产业界 各方大家也都在想办法可以提升这个能源使用的效率 那这是不是可以让我们一开始的预测 认为说这深层式AI可能在未来7到8年就会用到整个硬度的用电量 这么惊人的这样的一个担忧呢 可以稍稍缓解呢 就你来看现在是乐观的吗 当然因为我们也相信 其实如果英飞零全球可以使用英飞零的半导体公立器件的话 我们绝对会让这个功耗甚至效率大大的提升 那甚至能让碳中和这个目标提早达成 是毕竟谈到碳中和的目标 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先不论深层式AI的发展会增加多少的用电量 其实对于一般的企业还有政府来说 光是要在现有的科技水准之下去达到碳中和的目标 就已经挑战重重了 所以深层式AI确实会让各国政府还有各个企业 在面临碳中和这条路上面变得难度更提高对吗 没错的确 哇所以呢其实在这一方面我们更加要去关注 以及呢在这方面来找到解决方案 那好险呢现在企业界已经有了解到这一块了 像英飞零已经有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了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再好奇的聊一聊 对于深层式AI将会带来在行动装置或是消费端 我们所有消费者的体感体验上面有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刚刚呢陈总也特别提到了 在边缘运算这样的一个新名词 现在正火红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看到越来越多行动装置就搭载着边缘运算 也就是说简单来说这些行动装置不管是手机啊PC啊 现在都会搭载深层式AI或相关AI的功能了 我们看到这几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AIPC AI手机陆续问世 甚至呢最近还有一个新消息哦 脸书呢将推出的 脸书已经推出的Meta AI 未来将会搭载在雷蓬智慧眼镜当中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可能眼镜上面也会有AI了哦 那我想好奇问一下陈总 就您来看在边缘装置搭载深层式AI的这股浪潮之下 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我认为整个边缘计算的蓬勃发展 一定会带动非常多跟我们每天所使用的一些应用息息相关 那我觉得其中要让一个应用能广泛的被使用 它用户的体感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用户使用起来非常自然 这是第一个 那另外一个领域呢 用户使用的时候的安全性 因为非常多的数据在中间被采取 所以数据的安全性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 所以这两个是我们必须要先去考量的 那我好奇想问一下陈总 其实呢我们刚刚在后台的时候 也先稍微交换了一项想法 对于现在呢正热门的 这个AIPC和AI手机呢 曾总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您的观察和看法 因为现在就有人说啊 我用传统手机搭载这个AI相关的APP 其实我也可以做到及时翻译啊 那到底AI手机和AIPC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 的确 那其中一个不同呢 当AI或者是PC已经把运算已经到边缘的时候呢 它会让整个运算的速度大大的提升 是 它可以把用户在周边的传感信息采集变得非常非常的直接 那这个其实举一个例子 那比如说我们现场做一个用手机来做直播的翻译 当有这些技术存在的时候 让用户体感完全是甚至是可以感受到好像是一个真人 在替你翻译不同的语言 甚至你在一个会议记录当中 所有的文字其实可以用很自然的采集 那这个中间需要非常精准跟高敏锐度的传感器 比如说系的麦克风这是其中一个解决方案 比如说在采集这些信息的时候 由我们的安全晶片确保信息的收集运算跟使用是在安全的环境底下 是 所以英飞玲其实也有做这方面相关的刚刚提到的系麦克风 然后让这个声音的辨识可以更精准 让AI在做后续的翻译或是生成上面都可以更加的有效率 的确 哇好有趣 其实刚刚我们还有特别聊到 就是到底在这个直播翻译上面会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今天是用手机搭载AI App 可能我之前自己使用的经验是出国的时候 我可能对着手机讲了我想要讲的话 那这个App就会帮我翻译成对方的语言 那我就拿给对方看 但陈总有说如果接下来是AI手机的话 那速度可就快了 你直接对着手机讲一段话 手机就直接把这段话翻译出来告诉对方 所以完全就像是一个口译随行人员在你身旁 那这就是我们可能将要迎接的未来 当然这样的一个未来有机会也有挑战 那接下来在这样的一个边缘运算 可能会越来越蓬勃发展的未来 又有哪些我们可以着重的机会 以及有哪些挑战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呢 英飞龄还有推出睡眠监测 到底是什么样的特色 那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收听科技领航家 欢迎回到科技领航家 我是节目主持人朱楚文 我们看到全球和各国的政府呢 都在往永续发展这条路上迈进 然而生成式AI虽然带来的产业机会 却也对于永续发展带来一些挑战 毕竟啊生成式AI的高运算需求 对于晶片的高运算需求 也推升了用电量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邀请到了 英飞龄台湾董事总经理陈志豪 陈总经理哦 继续呢在下半期节目来跟我们聊聊他对于 整个永续发展的产业的观察趋势 对于整个永续发展产业趋势观察 以及呢在英飞龄在这一条永续发展的路途当中 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未来的展望 那欢迎陈总再次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我好奇想问一下陈总 其实我们看到呢 探中和这个目标现在已经成为不只是口号了 是各国政府必须要达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考验各国竞争力的关键 那我想请教一下陈总 您自己在观察 现在全世界在进行这一场 永续发展的挑战当中 有没有什么样的趋势 是您认为很重要 值得我们去留意的 谢谢主持人 的确这几年 全球对能源这个题材的讨论度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非常多的地区也看到能源的需求量大大的增加 那我们也看到一个趋势 对于清洁能源 绿色能源 这个议题 每个国家都在 想尽各种方法来去发展 那特别是英飞林 我们在许多半导体的技术上 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解决方案 那特别是像宽禁带半导体 是特别是对能源的帮助 非常非常的重要更大 那我们看到一些储能 太阳能 风能的发展 那英飞林这些碳化硅淡化钾的方案 其实在这几个应用 都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另外一个领域是新能源车 过去这几年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地方 也包含台湾 在开发新能源车 以及新能源车的解决方案 有非常非常多的创新跟应用 那甚至这个市场 其实大家用户也可以感觉到 不只是新的品牌车多了 而且价格也进入到非常非常的亲民 是 所以其实英飞林在整个永续发展的趋势浪潮当中 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 又推出了许多的解决方案 那也是中间去节省能源大家的这个很好的帮手 那这个产品面向也非常的广 像刚刚陈总所提到的 那其中一个产品面向就是在边缘运算的部分 其实英飞林也有推出了很多相关的一些解决方案 可以在边缘运算上面 运用生成式AI 达到这个所有消费者更好生活的一个想象 其中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 是睡眠品质监测 这个部分为什么会想要切入这一块市场 是看到很大的需求吗 的确 睡眠品质的监测 除了可以提供监测人的健康以外 我们也看到一个趋势 许多国家人口的老龄化 那对于一些长照的照顾 那变成这块的领域也发展的非常蓬勃 那特别是因为边缘计算的可能 那把非常多的运算数据的处理 以及安全数据的保护 变成可行跟可能 那举个例子 用户已经不需要用摄像头 采集个人的隐私 那可以通过一些比较智能跟智慧的方法 举一个例子 英飞林的雷达传感器 它是可以侦测人的睡眠品质 包含呼吸心跳 甚至你整个心跳的脉搏 可以完整的记录下来 那这记录的周期呢 不像过去你需要穿戴一些医疗设备 其实让用户的体感非常非常差 那通过雷达其实是一个非接触式 而且是一个非常保护你个人的隐私底下 可以侦测这些人身体上非常多的重要的一些信息 是 哇好酷喔 所以是不需要穿戴在身上 因为确实有时候戴个智慧手表 虽然很好可以监测 但是会睡得不太好 可是它震动一下就醒过来了 蛮麻烦的 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个解决方案 是不需要穿戴在身上 摆在家中就可以了吗 的确 那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客户 已经把这些产品已经市场化了 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客户 有些是摆在你可以摆在个人的家里 也有些长照机构摆在一些甚至一些浴室厕所 甚至病房当中为了照顾更好的照顾这些需要照顾的人 比如说也可以防止一些老人摔倒 跌倒完全可以用同样的解决方案 你说透过雷达来侦测到老人即将摔倒 然后就马上派助手去扶持它 还是说就会有一些其他的设备装置去搀扶 因为以现在的通讯技术呢 它其实可以结合比如说人的手机 当它可以做一些警报的动作 来去寻求适合的资源 所以就是如果我侦测到老人即将要摔倒了 或是他已经摔倒了 起码我可以赶快派人去救援 因为其实之前就有遇到这种看过这种案例 是独居老人在家里自己摔倒了 结果没有人救援 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没有办法打电话去求救 结果就造成了汗室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监测系统 就可以在未来长照的趋势浪潮当中 可以解决许多儿女心中的担忧 华英菲林真的切入的面向非常广 又切入到了AI伺服器 可以帮AI伺服器来节能减碳 又切入到了像是相关AI手机 这个部分也有做到 刚刚提到了相关的耳机的 应该说麦克风的部分 可以让AI辨识更精准 然后还有在长照的领域 这个英菲林也有切入 这三个也都跟AI有相关 所以其实在这一股深层式AI的浪潮 我们只能说他带来的商机 是非常非常大致 陈总现在对于深层式AI所带来的 未来的商机是非常的乐观的 是不是还有很多是未来英菲林 可能要角足的 或者是说陈总自己看到一些新机会 我相信深层式AI会带动非常多的应用 那当然这些应用可能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已经大量的使用 可是呢 它的用户体感并不是这么的友善跟良好 那深层式的AI 加上英菲林非常多的传感器 硬算器 其实能让整个用户体感 非常非常的舒适跟方便 是 所以这其实蛮重要的 就是说英菲林必须要和一些厂商来进行合作 打造一个生态系 才能够把像刚刚这个睡眠监测 或说一些相关的很好的解决方案 能够在创意还有强强联手之下 可以创造用户更好的体验 那其实英菲林就我所知 生态系其实也做了很大 蓬勃发展 我好奇想问一下陈总 对于生态系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谢谢主持人 其实英菲林的生态圈系统 是一个英菲林全球的一个方案 那我们提供给我们的生态圈伙伴 在加入我们的伙伴 我们会提供非常非常多的技术支持 样品的提供 解决方案的讨论 那在台湾 我们也有些成功的生态圈伙伴 比如说飞鸟 五朔 它是通过他们自身在一些演算法 跟方案上的研发 结合英菲林的解决方案 包含传感器 包含我们一些运算器 甚至一些安全晶片 来产生一些非常有创意的应用 那英菲林在这个生态圈里面 也帮助我们这些伙伴进入到适合的市场 甚至带到其他区域的市场 是 好 今天非常谢谢陈总经理 非常精彩的分享 带我们去了解到的 深层式AI 微产业带来了机会 但同时也带来了在能源上面的挑战 不过呢 好显现在企业端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 相应菲林 就推出了一些相关的节能减碳的装置 让深层式AI 不管是应用在伺服器上面 或者是呢 应用在这个相关边缘运算啊 行动装置上面 都可以达到更有效率的运用能源 以及呢 可以让所有消费者 不管你是企业段消费者 或是真正的这个2C的消费者 可以更好的体验 那我相信呢 这也会让深层式AI 对于产业的影响更加的深远 而且在未来 更一步一步的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非常谢谢陈总今天精彩的分享 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还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 我是节目主持人朱楚文 我们下次再会